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昨天发生了一个事件 让很多人都很关注一下 就是呢 在吉隆坡 有一个叫做丽阳的高尔夫俱乐部 同一天 同一个时间 你在那一个地方 你看到了 魏加祥 魏加党 还有这个 差不多很多大力的人物啊 这么巧 全部都在同一天 同一个时间 出现在同一个地点 中万字都没有这么准 就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了 而且还是在安华 宣誓做首相过后 这个事件呢 就很难不让人有一些遐想 遐想什么 毕竟我们有前车之间 就是这个喜来等事件 所以呢 这一次呢 人们呢也细称之为 立阳事件啊 就是来借鉴这个喜来等事件 会不会啊 这个立阳事件啊 在这个立阳这个俱乐部这里啊 这个回教党啊 还有这个 魏加祥啊 还有这个 Sabri啊 这些人啊等等啊 是不是又在密谋着 谈好呢 要推翻这个安华政府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谈着这个事情啊 也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可行还是不可行 OK 好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东西 可行不可行 可行了 什么东西都可行了啊 但是要有一些前提了啊 如果说了 现在了 所有的反对势力如果 聚集在一起要推翻安华的话 可行的 但是呢 我们要有几个前提在前面 OK 我认为第一个前提呢 就是呢 这个反跳槽法呢 必须是要证明它是非的 没有用啊 啊 必须要证明啊 这个反跳槽法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一点约束力都没有啊 这是第一个前提 因为什么 因为我都跟你说了 这个 这个西门跟这个国阵 加起来是112票 就已经是简单多数了啊 还没有包括其他那种的其他的党 单单是西门跟这个国阵 就已经112票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 现在呢 这个国阵呢 他的主席呢 是这个阿玛扎克 然后这个阿玛扎克呢 他就是党的立场 然后呢 他这个党的立场呢 至今依然还是跟西门的 在未来呢 也看不到什么可能性 这个阿玛扎克的会突然间不要这个西门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啦 OK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啦 这个土团啊 慕尤丁啊 还有这个回教堂啊 他们如果要翻盘的话 他们必须要有个前提 就是呢 他们必须要成功 挖到国阵的这个议员 就是让这个国阵的三十个议员啊 必须要少掉 这样的话呢 西门加国阵呢 加起来才没有办法一百一十二 这样 以这个为开头呢 才能在后面呢 推翻掉这个安华政权 但是呢 在技术上呢 如果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是不是要先证明 这个反跳槽法 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一点约束力都没有了 当初呢 这么多个朝野政党呢 这么多个国会议员呢 辩论了这么久的反跳槽法呢 其实到头来是废的 哈哈哈 所以要以这个为前提啦 我们至今 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敢去试 这个反跳槽法 或许有人敢去试呢 然后试了过后 可以证明这反跳槽法是没有用的 哈哈哈 好 所以呢 我刚才就说了 第一个前提就是啊 必须要先证明这个反跳槽法 是没有约束力的 就是呢 有一部分的国阵员 可以敢敢的 然后 违抗这个 阿玛札黑的立场 然后呢 跑过去对面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啊 OK 过了第一个前提了啦 现在我们说第二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呢 就是呢 啊 除了这个国阵里面部分的员 然后其他的那些小小的党 也要离这个安化而去 啊 有谁呢 好 我算给你听 如果啦 这个 不一定啦 他真的是可以啊 召集完所有西盟以外的势力 他最多可以取得多少票 OK 我算给你听 OK 单单他的国门有73票 OK 我如果说 GPS他是随传随道的 OK 23票啊 沙巴 GIS6票本来都是他的啊 然后呢 沙巴那边呢 有两票 独立人士应该随时都可以来的7-11 OK 然后 还有一票 KDM也是本来都是这个沙盟的OK 然后呢 还有一票 全民党啊 我也算他如果是可以被拿走的话 啊 这些加到完了已经106票 106票 还差6票啊 啊 要加上我前面那个前提就是 国阵呢 他至少可以拉走6个一元 OK 106加6 112 够数了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这里我就算是算给你们听 如果慕尤丁 第一个前提 他可以拉完所有西蒙以外的政党 第二个前提就是他可以拉走这个国阵至少6个国会元 这样呢 他就够112了 OK 他最高也可以去到112或者是更多了 啊 如果他可以拉走更多国阵一元的话 所以呢 他第二个前提呢 就是呢 他可以拉走这些西蒙国阵以外的这些党 OK 我现在我就想针对一下这个第二个前提呢 来探讨一下他的可行性 啊 OK 现在这个西蒙国阵以外的政党啊 最大的是GPSO23系 然后第二大的就是这个GLS6系 啊 GLS啊 他又有附属一些就是好像KDM1系咯 啊 然后啊 全民党1系那个就没有附属谁了 啊 OK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OK 虽然呢 我们知道啊 这个GPS啊 GRS啊 跟这个慕尤丁的关系 不简单啊 不一般啊 但是呢 我们想像一个画面啊 就是呢 当啊 这个安化呢 他已经分配好这个内阁关制了 所有的资源都已经分配好好了 刚才我说的那些呢 GPS GRS 啊 全民党 瓦里山 这些所有的党呢 都已经分到了管制 已经定定的 坐在布城里面上班了 啊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慕尤丁在那边搞复仇者计划 就说 哎我等一下 我的哨子一吹 你们就全部过来我这边集结啊 啊 我问你啦 如果你那时候 你是那些小党 你已经坐在布城里面的办公室上班了 你认为慕尤丁的那一个哨子一吹 你真的会过去吗 你想一下 你站在人性的考量你会不会过去啊 所以呢 其实这一点呢 我并不担心 我现在想要的是呢 安化快一快公布他的内阁 把这些内阁的管制全部分出去啊 到时候呢 就稳定人行的了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我不觉得啦 这些小党啦 已经拿到了中央的这个职位了啊 还会这么容易的过去慕尤丁那边 除非慕尤丁那边可以证明 他真的是可以让这个安化崩盘 比如说 整个国阵给他拿完去 至少给他拿掉28系的那种 除非是这样 如果他说他只拿掉国阵6系7系的话 你觉得那些小党会踩他吗 OK啦 我是以很纯人性的角度跟你们探讨这个问题啦 OK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 如果说这个丽扬事件他要成功 他必须要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就是 他必须要先证明这个反跳超法 是完全没有用的 然后第二个前提呢 就是呢 他必须要确保咯 那些已经坐着部长 在部层里面上班的那些小党的党魁们 慕尤丁吹一个哨子 他们真的是会出来的那种 所以你想一下 这可能性其实是蛮低一下 OK啦 其实呢 总的来说 这里呢 我想说一下就是呢 以前在中国的古时候 每次呢 都会有这个农民起义 然后推翻那个皇朝 然后又会建立一个新的皇朝 所以每一个王朝的负面呢 通常都是因为这个农民起义 不然就是外来侵略 我先说农民起义啦 为什么农民会起义呢 农民会起义通常都只有个原因 就是有天灾咯 天灾尤其是旱灾或者是水灾 然后呢 人民没有饭吃 人民没有饭吃的话 就会起义咯 所以呢 你看回我们中国的历史呢 绝大多数那些人民会起义 都是因为没有饭吃 才会反抗那个政府 所以一样的情况 就是呢 我刚才说 那些小党也好 大党也好 当他们已经坐在布城里面上班了 你觉得他们还会跟你揭竿起义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低啦 所以我是觉得是不大可能啦 更何况呢 你还要去先测试一下这个反跳抄法 到底是有效没效的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